家常海参 由北方烹饪学校 烹饪名师李昌林演示制作 此菜品是川菜中一道具有代表性的菜肴 运用川菜家常味型烹调的海参 被称为地道的川味海参 这道菜的特点是色泽红亮 口感软糯 鲜咸微辣 味浓爽口 主料选用水发海参500克 这里选用的是方刺参 调辅料有瘦猪肉 鲜菜心 葱切成葱花 蒜苗切碎粒 姜切成姜米 酱油 盐 少酒 皮线豆瓣 味精 水豆粉 香油 食用油 烹制前将海参改刀切成菱形滚刀片 这里选用的海参 这里选用的海参体积较小 因此切剧两端后改刀成条状 为了行制整齐切下的两端不用可烹制其他菜肴 烹制海参前锅内放油50克 油温5至6成热时将剁细的猪肉放入锅内炒制 把肉粒炒香 炒酥 色成棕红时加入少许酱油 烹入少许酱油 烹入少许酱酒 肉粒炒至酥香土油时装入小碗中待用 接着锅内放油 加少许盐 炒香菜心 配菜常规选用的是绿豆芽 也可根据季节选用时限的蔬菜心 蔬菜心出锅前烹入少许鲜汤 少许味精 青菜断生后几个装盘垫底 下边开始烹制海参 海参烹之前可用热鲜汤加姜葱绍酒味制 增加底味后再做烹制效果更好 锅制往火上 油烧至4成热时 下入剁细的皮线豆瓣 炒至味香油红石 下入姜米 再下入一半的蒜苗碎一起炒香 炒香后加入适量的鲜汤 鲜汤滚肺后下入提前煨好的海参 注意汤量不宜过多 避免海参到火后使汤汁过稀 同时下入事先炒酥的肉粒一起煨制 加少许少酒 加少许少酒 酱油 用小火慢慢烧制 使海参吸收滋味 再加入少许味精提鲜 最后放入剩余的蒜苗碎 汤汁收浓时用水豆粉勾二流芡 汤汁收浓时用水豆粉勾二流芡 淋入少许香油 出锅集成 此菜 此菜咸鲜微辣 软糯爽滑 味醇浓郁 唇齿流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